再過幾天就是國慶大典 今天我們來看到 在董統府前的國慶預演 有亮點就在天空上面 我們看到從畫面上 是總統府的後方往前飛 有三架次的 這個是幻象兩千戰機 凌空而過 事實上在凌空而過的時候 現場拍攝的包括攝影 還有包括一些軍事迷 大家同樣的反應就是 換下兩千的速度 真的真的好快 也是因為它速度非常的快 它行程在市區飛越的時候 會有一些困難度 也就是說 它從輔後方往前飛之後 立刻就有一個高樓 就是101 要立刻轉彎才能夠避開 不過事實上在稍早之前 還有其他這一次空中的亮點 還包括行政專機 福克50以及B騎 還有後面兩架空中分裂的 這個是P3C反潛機 接著是C13栋運輸機 不過今天看起來的 這一個架次比較少 因為今天是預演的性質 所以是半兵力 到了國慶的時候 將會增加一倍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在這個行政專機的部分呢 他們是從台大醫院 往警服門的方向 這是屬於大型的飛機 所以其實我們看了 他們從新光三越 這一棟大樓飛過的時候 有一個難度必須在這個 國慶當天呈現就是 大概只有一個機翼的距離 也就是說呢 這個駕駛的時候 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在市區 因為是相對比較低空 也會有一些氣流的干擾 到時候就是要考驗 他們的技術了